好那剛剛會在他有提到這個 館長的這個直播 那當然昨天晚上因為我 也在錄影所以我實在是很忙 所以沒有看 今天早上我抓數據 第一次抓85萬 隔一下抓就100多萬 現在已經到150了 全部加起來 這什麼意思呢 館長的收集是誰 我相信在座各位 應該都沒有看館長的習慣 15到35歲 柯文哲為什麼要去跟這些人直播 為什麼呢 實際上館長長期就已經表態說 我會請大家支持柯文哲 甚至來幫他自己做了一整段的講話 但他之所以最後面 甚至原來柯正營 原本應該也是不太傾向 跟館長這種比較有爭議的直播 可是他需要去凍出他的年輕票 我講150萬的意義是什麼 當然不可能所有150萬 全落在15到35的區間 只要100萬就好了 只要100萬 15到35萬在台灣大概600萬人左右 如果你看他有投票就要400萬 其中大概有80萬如果看到 400萬80萬 12小時裡面五分之一的TA就已經接觸到這個資訊 就已經碰到這個東西 這是很可怕的觸及率 而且這是其他不是這個圈子的 就是不是年輕世代人所不會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最強的大的一個效果 就是實際上他是一種類似像造勢網或站台宣示 我認為這個是最重要的 他其實已經不是要說什麼政見了 他意思就是吹票 我挺他 吹票你一定要出來頭 為什麼挺我就挺他就這樣 我沒什麼好說的 我今天就是把我的面子 李子全部都賣給他就這樣 我希望大家看到一個好的結果 其實到了最後面這種分區動員堆票的狀況實在很多 所以你要說是到底現在是OK 我們永遠都是講超級激戰中 就是看比誰堆的票多 小小一件事情都會有大牽動 我再舉另外一件事情 一般來說這個網路的聲量流量的話 這個原則上還是韓國瑜最漂亮 我們都已經知道他就是長輩 韓國瑜就大量的長輩去拱起他 龐大的自私訊 韓國瑜如果聲量算100的話 那我們同樣的平台你去罵丁守中 大概可以達到40 罵姚文治大概是50 都是你去罵韓國瑜不管是罵或是他 大概就是以他為100的話 昨天姚文治在館長之前略早的時間 在他自己的造勢晚會修路高嘉瑜 他這個片段 我把它一樣也是做了一定的流量 一瞬間就到150 什麼意思呢 要注意韓國瑜你去在台北去批評韓國瑜 去挺陳希麥大概是可以到100 可是你單純是站在高嘉瑜的立場 去批評姚文治 瞬間流量可以達到150 姚文治批評高嘉瑜 然後我再去就是批評姚文治批評高嘉瑜 這樣子的邏輯嗎 在他更後面一層 瞬間可以達到150 也就是說其實雙方的情緒 不管三方的情緒都已經被動員出來 今天你可以看到姚文治現場很熱 那是傳統動員我們肯定他 丁守中終於國災區開始動了 我們肯定他 同樣的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動 這是很多人所看不出來的 但是就我們各種網路數據看來 其實真的是動出來 但是還沒有動到很理想 必須要說他沒有達到所謂 柯文哲理論最大致 當然確實有在動 他那個數據一出來都是過往尋常的 兩到三倍 第一代表柯粉疾了 代表柯粉開始憤怒了 這種憤怒的情緒 其實像高嘉瑜就是一種 其實也不是高嘉瑜的問題 但很多人都說同情正妹啊 怎麼樣的 其實更重要的是討厭姚文治的情緒 討厭姚文治的情緒 他會因為一點點小小的吹噶 就瞬間引爆 像他只是其實講說 也是酸拉一下 說什麼陳曲講話的時候在啊 這個我講話的時候 他就去錄年代向前看啊這樣 其實真的是當天 他就是來錄年代向前看 真的喔 那柯文治我也有敲你通告了 柯文治我敲你通告你沒有來喔 反正就是小小酸拉 酸了一下瞬間引爆的負面情緒 就這麼強大 所以其實像這種東西啊 選舉我還是要反目強調 沒有笑頭 絕對沒有笑頭 都是怒頭的 對 你在後面吵到 某一個小小的吹噶 你要不然是在講錯一句話 掉一滴眼淚 人家看得不爽 瞬間就是大爆炸 其實我認為啊 這個不只現在是 今天是禮拜四吧 這禮拜五都還很有搞頭 就是隨便在這網路時代 你只要瞬間一個效應啊 不一定是需要像周子瑜 這麼美的世界 我想其實觀戰的重點 雖然台北很重要 但是我們還是談一下高雄好了 我要從一個蠻荒謬的小事 去講一個很大的格局 什麼樣荒謬的小事呢 昨天大家都知道 有個護唇高的爭議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議題 就塗了護唇高之後 辯論會就講不好 然後大家就吵到底誰有塗 誰沒塗 一開始說韓國瑜沒塗 後來要傳出 這個陳其邁有塗 後來韓國瑜說他有塗 其實毫無意義啊 炒這個是毫無意義 可是有趣的是韓陣營 他自己發出來的公開的這個說明 裡面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意念是什麼呢 你會說有護唇高這個爭議 代表認為韓國瑜表現不好 是不是一定會有這個起頭嘛 但是實際上韓國瑜陣營 他表達出來 傳達出來的意念是什麼呢 就是韓國瑜陣營認為 自己表現超級好 所以根本沒有什麼護唇高 不護唇高的議題 有沒有塗其實也不是重點 他是說有塗 但是就黏黏的還好 好那這是韓國瑜陣營真實的意象嘛 那我稍微問了一下 他們裡面的人他們說 雖然他們自己人裡面的人 覺得韓國瑜表現不好 可是韓國瑜一下來出來 跟他們講第一句話就是 我表現得很棒吧 他自信心十足啊 就是連他們自己的人 都已經覺得無言了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們自己有些人 陣營裡面有些人 對於現在的整個 總部的運作狀況 對韓國瑜的選舉的狀況 是很不以為難 覺得已經快要失控 但是就是在選前 會不會失控的問題 會不會再出現新的豬隊友 因為這局勢已經大到不受控 韓國瑜這個樣子他這麼happy 球顯然不是握在他的手上 他只是把該走的事情走完 球會在誰手上 現在沒人知道球在哪裡 一個球隊沒人知道球在哪裡 講說這個護存高的事件 其實對韓正營多少是有一點傷害 中間選民會覺得你們到底在搞什麼 看了就火大 但是最後面是做了某種澄清 可是傷害已經造成 這個完全是從媒體方出來了 可是人家會很自然把你歸類到 同樣的你這個就是韓正營 為什麼媒體跟韓正營板太緊 對人家會覺得你們是一個team 對這個team太大了 那當你要勝選的時候 你team要打這沒有辦法避免 可是現在team大到那麼 這麼大一下主席幫你出包 一下這個幫你出包 一下那個幫你出包 你就算好好的把該做事情做完 你到最後一天你還是可能 隨時出一個特別的狀況 這個特別狀況到底是什麼 我們實在是現在不可能去預測 因為所謂的豬隊友 永遠都是超出你的想像 就是可能是當天進行晚會 突然一個非常小的失言 就是你可能罵了誰 或是誰到現場站台 有一個不太好的表現 甚至是憑空從別的縣市飛來 比如在台中講錯話 在桃園講錯話 台北講錯話突然影響到高雄 這都是很有可能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這是因為現在網路新媒體的 這種格局和形勢 使得單一的這個議題 可以做快速的傳播 就像我們剛剛有講到的 就是2016還是周子瑜 這麼大型的傳統媒體 引發的震撼形式的事件 然後再由網路新媒體 快速擴及 到了現在已經不是說 要非常有名的藝人 或是能夠煽觸 煽動國族的那種情緒的東西 因為現在大家情緒都很緊繃了 隨便一個小時就會在你所意想不到的地方 突然引爆很巨大的效果 這個巨大的效果他會全省 全國都會產生具體的影響力 也許他會衝擊到台北 或台北回饋反饋影響到高雄的真理選情 也許台北的人說了某一個話 被大家利用假新聞或是假資訊的方式 稍微剪輯一下 在最短的時間內做最快速的傳播 他都可能影響到第二天的選擇 所以回歸一個根本 高雄他們基本盤已經動到 真的是差不多了 就是大家現在的掃街 就是已經人之意盡 實在是已經想不出還有什麼花樣可以變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覺得他們的緊繃狀況 跟柯文哲跟丁守中的緊繃是類似的 然後剩下的是中間少數位移的 包含我這個禮拜一開始講金馬獎 或者是我講了這個母豬的題材 不同的位移真正的關鍵選票 他事實上的母數可能很少 母數可能是一萬兩萬 可是那一萬兩萬的選票的位移 就影響了成敗 對 高雄他們就是完全 就是民進黨完全投入在母豬上 那金馬都不去看 那可能是判斷金馬在那邊 在地是沒什麼發酵 我印象中常會提三個方案 母豬 金馬 辯論 在這個 曾經有動員 中國 台灣 跟台灣 對 就是又回事這個嘛 但是老實說你要去煽動那種票 母豬這種還是人不清土清 這種感情還是比較強烈 金馬有時候人家 你還要把他整個故事說一次 他會有一個敘事成本在 所以原則上來說 我們認為金馬應該在台北發酵 可是台北的民進黨打的 又好像不是在打這個 主要打金馬的 又好像是東奧正民公投 可是東奧正民公投 現在又跟中華奧會又在纏鬥 有點讓這個議題失焦掉 所以其實選舉就是 有時候真的就是平靜無波 最後兩天都結束 可是有時候你就是 突然一個議題丟出來 你在40時打出一波 你剛好抓到這些票 把這些票適度搬個不用多 也許五千一萬 整個局就翻掉 局就翻掉 但是就是你很難講這個戰術 第一打出來 會不會有人看到有沒有成功 他有沒有引爆的效果 也許你打了半天 人家都no feel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無心插流 都無心了啦 很多都是無心插流 但是重點是有沒有人快速擴散 因為現在已經不再是說誰發動問題 誰是作手很重要 誰去趕快把他包裝 可能是適度的扭曲一下 把他這個圖套了 就啪就出來 別的不用講像那高家瑜的 要問是高家瑜的東西嗎 人家不管是統派獨派 大家都幫他撿一撿 丟出去 你點閱率很高嘛 所以媒體一定會幹這種事 可是他傷害到是誰 其他人 其他人 對 其他人啊 其他人就是天外飛來一記 就是哇 到底我上輩子造了什麼 你也為什麼現在大家要這樣整我 對就是其實像現在就是 我們經常會有時候 一槍開下去 真的你不知道倒地的是 萬眾之中的哪一個人